14例的本土個案 懷南市場也有三個人陽性 來停車文者的最新說明 大家都在家裡 從來以前在家裡都沒有這麼密切的接觸 所以常常一個人在外面感染 回到家裡感染好幾個 我們最近就有看到一個案例 是全家13個都確診 這個實在是 所以他只有在社區感染一個 回到家又感染12個 這造成我們目前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所以再呼籲說 這個即使在家裡 雖然大家都宅在家 但是還是要把預防家戶內的感染 當作一件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 後來發現我們在台北市好像 家戶人口都 比較多 所以目前家戶感染是我們 最大的問題 那今天說死亡新增17例 我倒覺得那個數字反而 不容易判讀 因為這個死亡的數字跟 跟這個確診者 特別是當牽涉到黑數的時候 更難判讀 所以這個我們就 再觀察 那麼 環南市場 在靜置三天以後 你知道 今天算是 重新開幕 我們靜置三天 大規模消毒 今天重新開市 你知道 早上我去看了一看 你知道 那當然大家都 都很辛苦 特別是 這種市場是勞力工作 有做才有收子 沒有做就沒有收子 所以大家也是 很珍惜可以重新 開工的這種機會 你知道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的這種 防疫的措施 做得非常認真 現在要進場 都要做 PCR的 都要有PCR印象的證明 那原則上在 我們這幾天都要有 7月1號以後的 PCR印象的證明 拿到 因為我們預計 7月8號還要再 再做一次 大規模 原則上大概當天 那個結果就會出來 所以7月9號以後 你知道 就要有 7月8號以後 PCR印象的證明 這個時候我們到時候會按照 也不是說做一次PCR就 永久有效 因為PCR只是 代表你當時沒有感染 沒有代表說你未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都不會感染 所以 在疫苗還沒 完全發揮效果之前 我們只要定期的做PCR來檢查 所以 這幾天必須要有 7月1號以後的PCR證明 7月9號以後 原則上是要有 7月8號以後做的 PCR印象的證明 那現在我們在市場工作人員 都是要兩照 口罩跟面罩 這也是 不過重點是這樣 不是只有 工作的時候戴口罩面罩 重點是下來的時候 也不是說 口罩面罩拿掉 大家要開始聊天 所以 這一般是 各自回家以後 再去把口罩拿掉 所以 不是只有在工作的時候戴 更重要是 下工以後 還是要防止貪與貪之間的感染 我們原則上本來現在在環南市場都有人流管制 不過今天去 因為第一天才重新開市 其實生意也不是很好 所以 不用特別去限制人流 人流都已經降到原先的 50%以下 本來是限制說 一個人數 後來根本就沒有達到 那這次還是有進步 分艙分流做更好 所以裡面的那個搬運工 你知道 按照不同的區域 比穿的衣服顏色都不一樣 這樣更容易辨識 所以 分艙分流 動線各式分開 這樣才不會說 一旦感染的話 全區受到影響 所以分艙分流 以前只有在醫院有在想這個 現在連市場都要開始有 另外一點是 我們要開始建立 實名制 工作人員的 按照名測 那現在是先在 進場的時候 當然就是有紀錄 不過我們想這個 既然這個還要 實施一陣子你知道 所以現在正在想辦法把它 液化 所以 就類似好像我們在市政府上班 每個公務員都有那個 卡證 將來就用這個 來做那個 進出管制 這個我們會 希望在7月15號以後 可以完全上限 那另外補償金的部分是這樣 如果是因為國家公權力強迫你 休貪 停止工作 一天是補助5000塊 那如果有因為緊急 你連測探都來不及 造成這個 物質的損失 那另外再加5000塊 那這個我已經交代我們市場處 盡快把這個賠償金 發下去 我也認為這個市場賠償金的制度 你知道 可以讓將來的疫調更容易做 因為以前就發現說 每個人都不希望去害到自己的鄰居 所以在做疫調的時候 特別在外縣市做疫調 大部分都不講實話 不會講出說我在哪個地方工作 因為怕大家一講出來 旁邊的攤都要停掉 今天台北市新增14例的確診 而華南市場禁止3天之後 今天復工 7月8號還要再次做大規模的PCR 柯文哲強調 要分艙分流分動線 避免再有病毒傳播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常見監測 出入到 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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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體